随着物价持续飙涨 当然除了省钱大作战 这企业如果能加薪是更好的选择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就开出了第一枪 来帮员工通通加薪 而今天中天新闻台也独家采访到了郭台铭 他说这加薪绝对不像外界所说的只有3%而已 会加到让员工都满意的数字 而今天郭台铭也特别带着七小 参加鸿海主管李雨龙的婚宴 他也透露说这新郎这个李雨龙 可是他清点栽培的未来接班人选之一 穿着西装系上红色领带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带着女儿和妻子参加婚宴 还暗示新郎就是鸿海接班人选 我现在培养接班人他是其中一名 透露就是参加培养接班人之一 员工李雨龙的婚礼 郭台铭还特地亲自挖脚 对员工重视 郭台铭还不讳言 七月加薪还超过3%以上 绝对不会像那个外面讲的什么3% 这个东西 我想我们有这幅度远比这个要来的高 这第一个 当然最主要要符合 这个最近因为各种的涨价 能够对员工的生活所造成的压力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把它们解除 强调加薪幅度会让员工满意 从2010年开始 富士康基层劳工薪水 从900元人民币加到2200元人民币 已经三度调薪 洪汉去年加薪3-5% 今年7月按照考金再向上调 以一般员工薪资计算 每月成本至少增加千万元 调薪呢 他不但是帮员工解决生活 也是希望能够留得住员工 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来继续为公司工作 这是我们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 也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力 体恤员工不忘加薪 日理万机的郭台铭开出企业第一枪 保障员工培养洁掰 郭台铭更要在日本巴西继续为事业奋战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